愿大马国泰民安 人民丰衣主持 这里是榴年台 我是阿美黄中一 来自马来西亚 把人穆斯林学会 榴年大头我是凯明 最高的我是颜言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中国 其实中国人很喜欢足球 大家都非常喜欢看足球 看这个超级联赛之类的 但是看似还不错 但是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足球呢 好像也不怎么样 经常也被很多 就是中国的本当地人 就是取笑这个中国足球 那么最近呢 这个中国教育部呢 就宣布啦 他们要提供一个 有足球特色的学校 总共有八千多间 然后这八千多间呢 就就会在各地 就是在建设场地 然后私肢上也会配备这些私肢 然后有大量的经费 去做这些足球的培训 势必要把这个中国足球的 这个能力或者说势力 提高起来 对 那么足球呢 也是习近平的 主推的一个项目 他一直想让中国足球 走出亚洲 走向世界 然后但是中国足球 一直不争气 也走不出亚洲 也走不出世界 连亚洲的日本 韩国都打败不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习近平呢 他为了实现 未来世界的中国梦 所以呢 他认为 足球 在足球上 有一定的突破 是展现民族 是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实力的 又一象征 所以呢 就立足 培训足球精英 然后所以在全国呢 就是 共 共选了八千多间的学校 然后推广足球大改革计划 真的有效吗 这个倒是不知道 不过 这个理想倒是还不错 其实毕竟足球据说 还是中国人发明的 然后结果发明之后 你就没落到现在 感觉还不太好 的确是应该如果真的是有 能够提升到他们的 这个素质的话 看起来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过还是有网民批评 说你这个简直就是什么 搞足球大跃进吗 就是这样的做法 好像是很共产党的感觉 足球大跃进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什么人适合踢足球 什么人也许不太适合踢足球 确确实是足球之前 如果说追溯到历史上 说有一个触距 是在山东省 在几千年之前 就发现的一个球 就像是现在的足球的 这个模样 大家踢的方式 也跟现在足球踢的方式 也差不多 所以呢 普遍的国际社会 或者是一些专家 就认为 其实足球起源于 中国山东的触距 但是 真的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看近代足球 这个历史来说 比较强劲的国家 就是欧洲国家 包括南美洲国家 葡萄牙 西班牙 然后德国 都是比较强劲的 你看到他们的球员 德国的球员很健壮 很高大 他们的体力很棒 那么你看南美洲的球员 虽然他们矮小 但是他们的灵活度 和忍耐力 也是比较强的 如果相比较亚洲的球员来说 似乎他的体力上 跟南美洲 跟德国 这些欧洲国家相比上 他的体制 亚洲人的体制和体力上 好像似乎不是 如他们那么好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理所应当的去说 其实亚洲在足球 这个方面受到限制 受到什么限制 不是设备上的限制 也不是场馆上的限制 也不是技术上的限制 是人素质上的限制 这倒可能很多人 就会不同意你的说法了 毕竟中国是有几十亿人口的国家 即使你找几个基因突变的人 都可能比其他国家人口还要多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 现在的国际足球的比赛 也不乏一些黄色黄皮肤的脸孔 也是一些球星 或者说能力也是很高的 所以这种东西 如果想要提升的话 看得出还是提升得来的 只是是不是真的能 毕竟我们知道 中国之前的足球 其实也是砸了很多重金 似乎也是弄不出一个 像样的一个球队 所以也许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就 把足球带进学校 那么这些学生能够从小 就进入这种训练的话 也许真的能够 让他们的这个足球的素质 能够提高的 但是这是一个普遍性 我们刚才说的是个体性 我们就说NBA吧 NBA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然后大部分都是身强力壮的人 你像是黄皮肤的 也就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 你包括姚明 你也包括台湾的周舒豪 等等的这些黄皮肤的人 林书好吧 林书好 对林书好 所以我们说是有是有 但是我们要看普遍性 普遍性它决定了 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 和适不适合 适合这个体育活动的 一个基本的标准 就是说假如说 我们再假如肯定一下吧 就是说中国 因为食品安全问题 出现了很多基因突变的人 基因突变的人 都上球场上打球去了 也有可能的一种幻想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似乎就像中国人 他比较适合打乒乓球 你如果是换到欧美 欧美国家也有打乒乓球 打得很好的 但是他普遍上还是 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 打得比较好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是专家 只是提出一个疑问 还需要专家去了解 这个的确 有些事情是不能够强求的 如果说中国就想要 冲到欧洲的话 那么你至少要先干掉 日本的这个组织 日本组织在 这个国际订阅上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说到日本跟中国的 这个关系呢 最近日本的安保法 是刚刚通过不久嘛 那么中国外交部呢 最近就取消了 专门处理对日关系的一个处 这个处呢 就是还有就是 除了是对日关系 还有就是对朝鲜半岛的 关系的这个处 他们把这两个部门呢 是取消了 这样子呢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对中国 跟对日本的政策会发生变化呢 日本这方面表示一种担忧 担忧什么呢 他们说认为有可能降低 日本在中国的外交地位了 为什么会降低日本 在中国的外交地位 因为中国在处理 每一个国家问题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代表处 原来处理日本的问题的时候 它专门有一个代表处 是处理日本问题的 但是现在它把处理日本问题的合并到东北亚这个区域上 同韩国 同朝鲜 同日本 他们组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处理了 所以这个举措呢 就让日本感受到 可能我们本身的地位在中国 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严厉被降位了 被降低了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就会猜想 日本是不是之前有这个解除日本自卫权 通过了一个新保安法 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呢 那么中国外交部说 这是没有什么联系性的 我们只不过是重新的 对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 要重新的规划一下我们的一些对外机构的一些机构的布局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选在这样的时间点 还是不得不让人家一些猜想 是不是这个中国跟日本方面的关系 可能又会有点变化 或者说可能就是变得更加疏远了 毕竟日本这样的做法就代表你是放弃了走和平路线 而是有更加激进的 或者说更加强烈的这种攻击的意味 那么是不是会有 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还是不知道了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就不能不谈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最近习近平呢 即将要防美了 已经防了 那么在这个防美的过程中呢 就是美国方面呢 是有表态啊 说他们接下来会高姿态的 这个面对这个奥西会 在这个会面当中呢 他们是不会 就是放弃一些重大的课题 会尽量的把一些 他们注重这些 比如说人权的问题 去对中国方面提出这个质疑 或者说去问 去交涉 让中国跟美国方面 对这方面的课题 能够更加的鲜明了解 对那么之前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苏珊赖斯呢 她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 就来到中国进行一些相关 谈判相关会面之间的一些话题和沟通 然后她回到美国之后 周一的时候呢 她在乔治 乔治华盛顿大学呢 发表了一个中美关系的演讲 在演讲当中呢 她就谈到了几个议题 她包括她说 包括台湾 包括人权议题 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 我们都是需要分别交换意见的 同时呢 她也指出台湾的立场是什么呢 美国的台湾立场就是维持现状 不允许任何一方破坏现在的现状 也就是意思是说 不允许台湾破坏现在的现状 也不允许中国独自一个国家破坏现在的现状 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权议题 那么人权议题 她也强调美国捍卫人权立场坚定 点名声援被关押的中国意见人士 包括刘晓波 许志勇 高瑜 普志强 以及维尔卓的一个学者 在人权是他人权问题上的立场 另外的一个是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上 她说美国保持中立 不会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方面去考虑问题 只是她要指出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 要根据国际法 我们可以自由的航行 自由的飞行 以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运作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其实言外之意在南海问题上 只要国家这个区域的形式 不妨碍美国的自由航行 自由飞行 而且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运作的这个权利的话 我们是保持中立的 但现在目前可以看到 美国其实它并没有够足够的 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它是站在菲律宾 日本 越南 这一个方面去考量问题的 那么站在这个立场 考量问题的最终的一个根本性的利益考量点 就是美国根本性的利益考量点 就是我在南海这个区域上 是有自由航行 自由飞行 而且是在南海这个区域的任何地方 可以自由运作的权利的 所以现在乍停之下 这三个数据 或者这三个重点呢 似乎都是双方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妥协的 感觉上现在提出来之后 从这个论调看起来是没有 就感觉上这两人在在参谈 或者是在互相这个交谈之后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毕竟这个台湾跟中国关系 其实不管是不只是美国 即使是台湾本身 或者是中国本身 大部分都还是希望维持现状吧 中国肯定不想维持现状 中国不想吗 中国是想把台湾尽早的收回来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手 目前为止 现在中国看起来的这个举动 或者说这个措施是 其实更加上是 就是不想理太多 这是他没办法的办法 他只能这样子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台湾这方面 是这么考量的 就是我尽可能的维持 现在的目前的局势 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经过我们之前的一些报道 或一些课题的一些分享 也可以看到台湾民众 现在目前的一个感受来说 最好我们现在维持现状 不要做出改变 这是台湾民众的一个立场 也有美国的立场 中国也有中国的立场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的思考 方向和行为是不一样的 的确 那么还有就是人权方面 人权方面的话 中国共产党方面 基本上只要是有轻或威胁到 他们的这个本身的权力的动荡的话 从来都不会让步吧 几乎没看过 他们会在这方面让步的 因为基本上 对于这个权力的掌控呢 这个中国中央政府是非常的强硬的 所以在这方面感觉也 他看不出会有什么进展 那么在这个南海方面 就刚刚你也说了 美国方面还是非常有他们的立场 就由他们的立场去诠释 这样的事情 中国方面应该还是也不会让步的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防美 到底能够谈出怎么样的东西呢 似乎谈不出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其实整个世界是欢迎民主人权的 因为民主人权它涉及到每一个人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和幸福感 那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样子的国家呢 就是不喜欢 如果不妨的话 现在就支持美国 我们不喜欢那种就是人权民主双层标准 对本国的人很人权民主 对其他国家的人以利益考量为先 我们看到中东 中东之前美国也进入到中东 然后为了什么也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 进入中东开始战争 然后最后他处理不 没有这个能力处理中东内部这种局势之后 他逃脱了出来了 受苦受难的是中东内部的民众 包括叙利亚难民 那么现在依然中东 依然是在中国 中国依然其实需要是民主人权 它是需要一个很公平的 没有任何政治歧见的一个民主和人权 但是如果说是某些国家要进入中国 为了政治起见 然后也是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 到最后呢 这个国家颠破流离 受苦受难的是这个国家本区域的民众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 中国是不愿欢迎这样子国家的 那么这种国家的民众